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停车场找车 很多车钥匙上都有喇叭型的按钮 当你找不到自己车的时候呢 就可以按这个按键让自己的车狂叫起来 那这个按键呢还具有求救功能 当怀有怀人靠近的时候 可以让车持续的鸣喇叭引起他人的注意 五 只开驾驶室车门 有些车按一下遥控钥匙的开门键 就能够打开驾驶室的车门 按两下才是打开所有的四个车门 不过呢有些车出厂并没有这样的设置 咨询一下4S店 或许可以把这项功能调出来 那这个功能呢非常适合一个人开车出行的时候 并不需要把所有的车门都解锁 六 复制新钥匙 新的车钥匙上有一个条心码或一个小卡片 上面记录的是一组数字 这组数字其实就是车钥匙的齿轮型号 用这组数字可以配一把一样的钥匙打开车门 但是它无法启动车辆 必须用电脑再进行匹配 所以二 压建议大家 新车钥匙上的条心码一定要收藏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当然啦车型的不同 功能和开启的方法呢也不尽相同 那随着科技的发展 智能车钥匙的功能呢也越来越多了 所以二 压建议大家 有时间的话呢不妨寻找 并试验一下这车钥匙的隐藏功能 安全新车有备无患 感谢观看